大家好,我今天说一个没人爱听的话题吧 但是,即使你不爱听,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不听也得听 你看我图上这棵树了吧 这是什么树,你要是做园艺的 你可能就知道这就是芒果树啊 这芒果树呢,我为什么这么呀照它呢 因为那天我在看芒果的这个花 它的寿粉的信息的时候呢 我发现呢,这芒果呀 在澳大利亚这一边啊 它受粉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不是蜜蜂,是苍蝇 这怎么回事呢 我才查了查我才知道啊 这个蜜蜂啊,是自然界传粉最有效的 估计它那长毛毛啊 那身上它让这个花蜜啊 就是到处乱采蜜 然后这样的话呢,它那个花就能受粉 但是呢,在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沙漠,特别干旱的地方呢 是没有蜜蜂的 没有蜜蜂的那些花草它怎么样繁殖呢 它是靠谁来传粉呢 主要是靠苍蝇 自从我读到了这个以后呢 我就每天来观察我们这个今年开花的这个 疯狂开花这芒果树 我就发现 果不其然啊 这上面苍蝇一堆一堆的 今年恰好又是大旱 听我们的邻居说 这芒果树在我们这儿 已经有12年 一般都很难结果 因为一到下雨 它这些小芒果就哗啦哗啦就掉了 那而且下雨的时候 这苍蝇它也不能到处出来飞 所以它的芒果的这个结果的效果 开花 臭粉的效果就不好 但是今年你看了吗 这个旺盛啊 我的看牛现在看着 每一个上面都挂满了 这小芒果呀 如果要是不再下大雨的话 那我们今年这芒果就会大丰收啊 恰好前几天呢 我去参加我学生一婚礼 那婚礼可漂亮了 风景也很好看 可是就是这苍蝇啊 这个苍蝇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我们这儿已经根本赶不上它那地方 它那多的地方 你在那说话 你还要表现一张嘴就进去了 而围着人满着转啊 你看咱那一个一个的 穿着西装格履的小伙 可精神了 但你就被苍蝇嗡嗡嗡嗡的围绕着呀 结果回来呢 我就恰好看那报纸上去登新闻 就说 今年是悉尼的苍蝇灾年 原因就是因为干旱 这干旱季节呀 它就造成苍蝇的大量繁殖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这澳大利亚苍蝇这么多了 因为它是一个传播的 很好的传播瘦花粉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以它在这生态系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可爱的苍蝇 吃着脑满肠肥的苍蝇的话 那这澳洲人吃什么呀 这我说完了 我自己忍不住 都恶心到 哎呀 没有办法 这大自然就是这样 我现在一想到 以后再建着芒果 我该心里有畅伤了 这里边都是苍蝇的成果呀 哎呀 没有办法 但这个说法呢 好像有点违反 我平常认识到的那种常识 一般的你天气潮湿嘛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腐烂的食物啊什么的 它苍蝇会增加 为什么在悉尼干旱会苍蝇增多呢 我就查了一下呢 其实还是这个原理 就是苍蝇它所需要繁殖的 是这种比较湿润的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苍蝇的那个幼虫啊 它才能存活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不够外面 就是天气干旱的时候 周边的你这个所有地方 大面积干旱的时候 那什么地方相对来说 水源还多一点呢 那城市的这个有可能会多一些 而且你烂八糟的那些食品啊 就可供苍蝇来选择的东西会多一些 所以这些原本乡下的这些苍蝇啊 就都进城了 进城以后呢 就和人共享 这时候你就感到苍蝇呢出奇的多 另外呢 这澳大利亚呢 也有一些就是能够适应干旱气候的这种苍蝇 我自己院子里我就能看到至少是红黑两种苍蝇 看你小芒果了吧 忍着吧 说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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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